根据日前消息显示 拜登正式宣布将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 几乎同一时间美英澳三国发表联合声明 称三方组建了新的印太合作伙伴关系 说两起事件没有关联 想必没人相信 在美国正加强印太地区军事威慑的背景下 武装澳大利亚很可能是该国对华摊牌的第一步 美英澳三国肩并肩一百多年 今天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深化合作 我们都认识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在记者会上拜登发表讲话 这些年来美国不断加深对华的针对打击力度 无论是该国自己还是拉拢其盟友一起 均是打着航行自由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借口 在我国周边肃无忌惮地进行军事敲诈 如今外界都还没说什么呢 白宫就立马对外表示 美英澳三国组建的新军式合作关系不针对任何国家 这不明白了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针对谁虽然说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 但美国也不至于这么早就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 看来从阿富汗撤军的风波还未平息 美国籍盟友就又要在印太地区搞大动作了 据莫里森透露 三国安全伙伴关系的第一步 就是美英要为澳大利亚提供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 在18个月内制定一份最佳方案 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从这也就可以看出 美英澳宣布结盟就是准备干一件大事 加速武装澳大利亚 可为何如此着急 他先认为 或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以外 澳大利亚是对华发出战争咆哮声音最大的国家 且不说之前 就从今年来说 澳大利亚反华力度有多大 外界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是高层的叫嚣 还是国内民众的激进 都让两国关系持续下滑 一度跌入谷底 此前有媒体发布了一则 澳大利亚的民调内容 发现有将近40%的国内民众认为 会引爆战争 莫里森本人更是表示 不能低估战争风险 甚至传言 澳大利亚正在打造一支新型强大的海军 可见澳大利亚的反华情绪并不比日本少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美英两国要加速武装澳大利亚 帮助该国获得核潜艇最主要的原因 细琢磨还真是有点吓人 现在的澳大利亚军事实力 虽说没有那么弱 但该国水面舰艇却惨不忍睹 只有提高该国海军的攻击能力 才能更好的利用 这就是美国心中所想 要不然以该国自私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下血本 提供给别国核潜艇技术 帮助其提升军事实力 有利可图 向来都是美国排在第一的 至此 就目前看来 对华的危险信号已经发出 玩火 美英澳是认真的 根据日前的消息报道 法国官员取消了原定17号晚 在法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 歇洒皮克海战240周年庆祝活动 关于这一说法 随后一名法国官员 向相关媒体进行了证实 表示庆祝活动的其他部分仍在继续 言下之意就是法国方面 确实取消了庆祝活动 这不免让外界猜测 美法两国之间是不是产生了什么矛盾 要知道在切萨皮克湾海战中取得的这场胜利 正是帮助了美国赢得了独立 当时要不是法国军队在弗吉尼亚海峡战役中 增援美国对抗英军 美国不会迎来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现在这一场庆祝活动被部分取消 阿尔地摩一艘护卫舰上的招待会也被缩小规模 尽管一名法国高级官员表示 这是为了让人们更舒服 但不少人都认为法国这是朝美国开火的信号 在法国方面宣布取消庆祝活动的前一天 美国宣布与英国 澳大利亚就印太地区达成新军事合作关系 按照协议内容 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 加速对该国进行武装 表面上三国是冲着印太去的 但从法国的角度上来看 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 就意味着巴黎将损失至少900亿美元的潜艇交易 这让法国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也正因如此 法国方面极度不满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 以及国防部长帕利 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批评澳大利亚 称其做法给了法国背后一击 勒德里昂更是谴责拜登 就像其前任特朗普一样 做了一个单边粗暴不可预测的决定 敢玩音的 马克龙也不是个好惹的主 一怒之下就对准美国展开了反击 两国外交冲突也因此爆发 面对这一情况可把美方吓得不轻 美国国务卿次日急忙安抚法国 强调两国作为印太地区及世界各地 重要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有意淡化当前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分歧 就连澳大利亚总理也在随后致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 但遗憾的是解释魏国 看来这次法国方面的怒气 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的 不过想来也是 就这么被自己人背后捅一刀 任谁都不好受 当然了 现在法国能占据上风 其关键原因还是该国对于美国有利可图 至少在抗华的道路上 法国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作用的 至此 哪怕现在法国再不给美国台阶 拜登都甘愿对该国示好低头 可马克龙是真蠢 还是有心无力 当真不知道自己只是没棋子吗 或许不是不清楚 只是在装傻罢了 再怎么说美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的霸主 得罪该国没好处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向印太地区转移 美国积极拉拢小团体 频繁上演反华戏码 但是最近我们出其不易一招 让美国及其盟友有点懵 中方已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首先来说说这个自贸协定是什么 在2015年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而在2017年退群狂魔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 在美国退出后 日本以世界第三经济体的地位和美国盟友国亚洲地区代表人的地位成为领头羊 并在这基础上搭建了新的框架 之后便改成了CPTPP 事实上这个协议成员国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越南 新加坡 新西兰 加拿大等国 都分布在太平洋沿海岸地带 却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 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巨大市场 劳动力市场 发展潜力巨大的经济体排除在外 这个组织针对谁已经不言而喻了 结果现在中国申请加入 美国却放弃了 对此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甄普萨基回应 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加入TPP 不过美国今日外交分析称 如果美国试图重新加入CPTPP 将会遇到国内和国际上的阻碍 这不仅关乎美国经济 还有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拜登应该考虑重返CPTPP 近些年 中国经济增长惊人 并成为日本 韩国等大多数盟友的最大市场 如果美国还想在全球贸易占有一席之位 就需要回到谈判桌前 美国需要加入CPTPP 定制规则并建立供应链来遏制其影响力 美国不该让其领导全球贸易 中国连夜申请加入似乎不是巧合 近日 美英澳还联合组建了一个新的印太地区联盟 这使得该联盟难以遏制其影响力 一旦我们反客为主 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这就叫走美国的路 让美国无路可走 不过即使如此 美国加入的概率并不高 因为美国民众坚决反对 当初特朗普已为美国工人好退群 奥巴马之后 不管哪个政党的主要总统候选人 第一件事就是坚决反对TPP 现在拜登的支持率已经非常危险了 怎么还敢加入 一旦我们加入 也能降低自身与成员国的贸易壁垒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印太需要一个自由和谐的贸易环境 美国的印太战略自然不攻自破 就近日拜登对外宣布 美英澳三国达成AOKOS协议事 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热议 尤其是英国媒体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尽管白宫对外表示 该协议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告诉国会议员 无意针对我国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协议并没有那么简单 值得一提 在美国政府的声明中明确指出 美英澳三国建立的新军事关系符合我们的战略意义 并且能够进一步推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盟友 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拿我国周边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并且耀武扬威的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哪怕是进行军事敲诈 也是打着这样的借口来的 当然 也包括所谓航巡自由 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AOKOS协议存在不可告人的阴谋 另外 根据澳大利亚方面宣布的AOKOS防务协议内容 美国和英国将会武装澳大利亚 帮助该国获得有关核潜艇的敏感技术 这也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 第七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 届时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的能力或许将与我国相当 日之以来拜登就热衷于国际联盟 可见美英之所以如此着急的武装澳大利亚 很大可能是想提升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 也更好地与我国对抗 而他们只需要坐收渔翁之力 然而随着外界对有关AOKOS协议持续猜测 英媒开始担忧该协议会激怒我国并引发冲突 美英澳三方达成AOKOS协议后 遭到了我方严厉警告 在指责三国采取了冷战思维的同时 表示若不放弃该协议 必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或许是因为恐慌 美英才会急着灭火 表示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这话说出来自己相信吗 几乎外界人都能够看出来的 美英是当我国傻子呢 有趣的是 这一协议出来后还轮不到我们出手 法国就已经先一步对准美国开火了 这实际上是在法国背后捅刀子 法国外长乐德里安表示 为什么会说捅刀子 协议是说美英要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 但却没有提及 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澳大利亚和法国一直存在潜艇交易 既然澳大利亚即将获得核潜艇技术 那么就意味着 法国至少损失数百亿美元 对此 法国一怒之下取消了 在法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 切萨皮克海战240周年庆祝活动 借此进行强烈的抗议 现在的局面就如我方此前所说 搞排他的小圈子 不得人心 也没有出路 连自己盟友都怒了 美国灭火怎么可能还来得及 最近关于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组建新安全联盟AUKUS 此事持续引发更多风波 担忧真的惹恼大国 美英澳三国联盟急着灭火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称 英国和美国正努力遏制 这个三方协议带来的负面影响 他们担忧该联盟可能会激怒中国 并在印太引发新的冲突 在当天 美国总统拜登还宣布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将牵头协调美国国务院 能源部等部门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 虽然外界一致认为这是针对地区大国 保持他们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 但是拜登政府却坚称 这一举动不针对任何国家 同时 防长奥斯汀也试图保证 美英澳三方协议不针对任何人 随后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表示 AUKUS防务协议无意对抗中国 此外 在协议公布当天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表示 他已经准备好对话了 希望跟中国谈 所谓不针对任何国家 这只是冠冕堂皇的表面说字罢了 他们真实的目的就是抱团挑起地区核风险 为自身制造大国对抗的筹码 但现实情况下 美国的传统盟友似乎更恼火 由于美英计划为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 澳大利亚又发挥了契约精神 撕毁了和法国签署的900亿澳元的常规潜艇 法国不仅被排挤出小团体 甚至还被翘了墙角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怒不可恶称 这是背后统一刀 炮轰拜登野蛮的单边主义和特朗普一样 随后 法国还取消了原定在华盛顿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 更出人意料的是 法国还召回了驻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位大使 拜登都没料到事态如此严重 以往 欧洲再怎么被坑也不会如此大反应 怎么这次火气这么大 或许在西方国家眼中 利益才是核心和底线 不仅是法国 还有欧盟 加拿大 新西兰 普遍感到背叛 这个小团体似乎把其他的盟友都得罪了个遍 另一方面 美英给无核国家提供核技术带来的风险 是极其负面危险的 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持续军备竞赛和风险 美国国内也正担忧这一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 五角大楼高层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滕就表示 如果和大国宣战 那么将导致世界被摧毁 美国也难逃一劫 大国之间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目标 不要动手 避免发生战争 而且核技术本就是极为敏感的 事态肯定也会朝着拜登意料之外发展 很多中等强国对核技术可是跃跃欲试 到时候 美国哪来的立场阻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